说不买料 但是呢 最近还是忍不住手 又买了几个翡翠原始的 来看一下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 很明显 这个表面上你看 它又打了一个色粉 打了色粉之后 然后可能老缅又把它擦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中国人打的 还是老缅打的 打这样子色粉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为了增加它 你看打灯的那个紫色的色度 因为我们知道 看翡翠原始很多的时候 是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看的 黑色的环境 对吧 有时候我们不打灯的话 看不到这个 纸红色的这个原料 对吧 但是呢 当时我是看到了 还是看到了 因为这个料子呢 看得比较仔细 我为什么还是要买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 这一面它是没有怎么 打这个色粉的 但这一面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啊 这个里面是有紫色的这种 对吧 这是这是一块紫纯料 包括 包括我们看看这地方 这些没有色粉的地方啊 也是很明显的啊 其实这是一块以纯料为主的 这边的话还有一些绿 而且这个绿画的非常的细啊 是吧 画的很细啊 说明这个内部啊 这个内部这个料子画的应该是不错的 看看这比较 比较紧实啊 比较紧实 所以这也是一块能玩的料子啊 堵村的料子 所以当时我给它开的价位不高 对吧 我给它开的这是1500了 后来增值了半天 它最后还是决定卖给我了 因为这个料子的话呢 我觉得开出来的话 如果能够开一个小坠子的话 都已经价值1500了 对不对 只要是堵出这个里面 有这个色料出来的话 嗯 我想的吧 如果说卖原始的话 对不对 干个1800左右 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地方 还买了一个这样的 打码砍料子 打码砍料子 这里是飘了一点 蓝绿花的啊 啊 飘了一点蓝绿花的啊 整块料子看一眼 像熟透的一个柿子一样 好 就是说这个总啊 还是挺老的啊 总老挺老的 我们看一下水头 因为现在是白天的灯光啊 所以没有像那种黑夜的情况下 打灯那么明显 啊 这块料子的话呢 嗯 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吧 对吧 1000买的 我买个1200 我觉得赚200也是没问题 还有这一块啊 这一块是在缅甸买的 啊 在缅甸多朋友买的啊 这是一个木翠 对吧 很明显 黑度很够啊 但是 没总水啊 没总水 怎么说呢 是吧 毕竟价格放在这里 对不对 也就是买的就是500块 是吧 拿回来卖600块就行了 啊 也不用卖太多 啊 只玩这个黑度就OK 是不是啊 啊 所以说啊 说了不玩不玩吧 还是忍不住啊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就是没有人啊 能抵挡一个这个石头的诱惑 啊 石头的诱惑 特别是这个啊 这个啊 啊 看看哪一天啊 有空呢 我就把它开窗给开了 现在啊 我是把这个色粉啊 给你稍微洗掉一下啊 免得我说我们啊 做假 对不对 因为 毕竟来说啊 这个石头嘛 对吧 免得跟人家起争议 好吧 我现在拿着那个牙刷 就把它刷一下 给它刷干净 好吧 现在 来给它洗掉啊 给它洗掉 实际上这个色粉啊 好像还不容易刷干净啊 好像还刷不干净呢 已经是刷过一次的 应该我看了 拿点肥皂 拿点肥皂 其实这个石头真的没必要去把它弄个色粉啊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色粉 大部分是刷干净了一点了啊 刷干净了一点了 啊 嗯 还是有一滴滴的残头啊 那我们再来打针看 啊 看这个紫色 是吧 这个内部孕育出一些紫色的味道啊 因为刷着皮嘛 它那个紫色的浓度不够 知道吧 紫色的浓度不够啊 这个呢 也是一些老米啊 有了方便卖料子啊 所以它蒸了一点点湿 蒸了一点湿 实际上这个料子啊 它还是里面还是存料子 看看这个角落 对吧 很明显的 对吧 这个地方啊 并没有什么受粉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对吧 所以整块料子啊 这个皮你看很细啊 啊 很细 干一下 可能可以 皮很干哈 这个地方还带了一点绿 这个地方还带了一点绿的 打灯看的话 选下画色 对不对 选下画色啊 看能不能画到里面去啊 所以 作为一个啊 一千多块钱的一块料子 对吧 还是可以玩 还是可以玩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